手机消息推送 某某小镇上新开了一家琥珀糖店 有四种口味 快去品尝 什么 琥珀糖 小镇上终于有卖琥珀糖的了 之前总在手机上刷到吃琥珀糖 看得我老想吃了 一口一个嘎嘣脆 今天我也要去品尝一下 咱不墨鸡 穿上鞋子就出发 我还是想吐槽一下老妈庄的这个门 不知道这两边留个大缝是干啥的 这门别说防贼了 连狗都防不住 哎妈 可算找到了 这家店可真难找 都知道琥珀糖除了甜还有点厚 所以先来咖啡店买三杯咖啡 待会厚了可以解解腻 喝水不是更解腻吗 怎么不去买水 我知道你想说话 但你先别说 好吧 其实就是我单纯的想喝咖啡 有四种口味液 各来一种吧 看着都不错 随便找个位置坐下 然后开吃 先吃菠萝的和苹果的 哇 菠萝的晶莹剔透 好好看 苹果的也一样 红红的 爱马 有点黏牙 不过味道还可以 对了 琥珀糖应该很好做吧 就这么点东西 买包糖熬一熬 再放个水果不就行了 我一定也做得出来 等我把这些吃完 我就回家自己做 嗯 你确定你做得出来 这玩意儿可没你想的 这么简单 切 不就是块糖吗 再难能有多难 我一定能做 最后吃这个四色的 这个包装看着就很精美 哇 里面的糖更好看 四种口味 有草莓 胡萝卜 西瓜 和香蕉 说实话 这琥珀糖 哪都好 就是贵 这么一点花了我几百大洋 应应应 学会自己做 不就实现琥珀糖自由了 好吃好吃 把咖啡喝完 去超市买材料去 做之前先洗个手 要做个爱干净的小朋友 哟 还挺压韵 OK 先把买来的糖撕开 放进锅里 然后再接杯水倒进去 好家伙 你连教程都不看 这么自信的吗 也等会翻出来的 好了 一切准备就绪 开火 火开大点吧 开大点糖融化得快 完了完了 厨房又被我炸了 在老妈回来之前 我还是赶紧逃到外星去吧